欢迎再回到警报现场 今天的话题真的是非常的热烈 大家这个针锋相对谈一谈到底 这个马总统准备在未来十年洽签两岸和平协议 究竟对他自己是利是弊 对整个台湾老百姓对于两岸关系 对全世界到底是如何 谁在这件事情上受惠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一个假设前例 就是说如果中国要我们做让步 超越老百姓的共识 我想我们是不会同意的 那么我们希望和平 但是我们不打算把台湾送给中共 去跟他统一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那刚刚林索索员有跟我们提到这些方面 那我们刚刚已经也想请教一下 未来的十年到底指的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黄金十年是如此的黄金 那么重要